大家好,欢迎收看国际三分钟,我是刘梦辰 新冠病毒溯源,越来越多的线索正在指向美国 近日,推特上有1000多名用户说自己或家人、好友 在2019年12月甚至更早时间就已感染新冠病毒 其中,至少100多位10名用户讲述了感染经历 他们所描述的症状与新冠肺炎症状非常接近 据统计,这些推特用户分布于世界各地 其中,来自美国的用户占比超过75% 关于新冠溯源,美国针对中国不断进行污蔑抹黑 一刻也不消停 但是,那些盗梦二人的政客可能忘了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今天,我们就来晒一晒美国那些不能说的秘密 这是2019年7月发生在美国威斯康星中一所医院的一幕 31岁的美国小伙肖恩比尔躺在病床上不停咳嗽 医生不得不给他用上呼吸机 他的肺被一种未知病毒侵入 美国称之为电子烟肺炎 同月,电子烟肺炎在威斯康星州大规模爆发 很快席卷美国多州 这些患者的CT影像都有毛玻璃状、大白肺的特点 和新冠肺炎症状几乎一模一样 与电子烟肺炎爆发几乎同一时间 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附近的两个养老院出现神秘肺炎 就在这种怪病爆发的当口 德特里克堡基地却突然被美国疾控中心勒令关停 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 拒绝公布德宝关闭的原因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美国新冠确诊病例时间 根据美国官方数据 2020年1月21日 美国报告了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但随后发生的事却一次次将这个时间提前 去年5月4日 佛罗里达州卫生部门官方网站上 关于当地早期新冠患者的数据一度被删除 数据显示 最早在1月1号 佛罗里达州就已出现新冠肺炎症状患者 在这171人中 没有1人曾前往中国 2020年11月底 美国疾控中心刊发了一篇研究报告 他们检测了美国红十字会 2019年12月13日 至2020年1月17日期间 采集的7300多份血液样本 结果发现其中106份含有新冠病毒抗体 这意味着那时候新冠病毒可能就已经在美国出现 这样的线索还有很多 随着各国对新冠疫情的调查和研究不断深入 越来越多细节表明 新冠病毒在美国出现的时间很可能早于中国 华盛顿调查记者乔治韦伯更是在社交媒体直言不讳 指出参加2019年世界军人运动会的美国运动员 可能是最初引发疫情的零号病人 一年半以来 美国频频借新冠溯源问题搞政治操弄 横加指责中国 却对自身的疑点三肩齐口 特别是对调查德特里克堡基地讳莫如深 再怎么遮着捂着 国际社会还是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美国 投向了德特里克堡 部分国际媒体和国际人士指出 要推进全球溯源研究 应首先调查疑点重重的美国 多家国际媒体质疑 美国在炒作中国实验室泄露论的同时 却对本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突然关闭 2019年出现电子烟疾病等疑点 避而不谈 令人生疑 美国 你是不是该给全世界一个交代了呀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国际三分钟 欢迎给我们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